欢迎来到爱情诊疗室 让我们一起重建亲密连结 让爱回温 我是宜璇 我是宜白 爱情诊疗室是宜白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再次给学员的一个福利 只要你完成学习 就有一次机会 可以填写爱情诊疗室的表单 获得宜白老师针对你的关系 有进一步的分析和建议哦 好哦 我们今天收到的表单呢 那个关系很点 就是情况很典型 就是 有一个人讲了无心的话 好 然后就踩到一个雷 然后对方就跳起来 大家就不愉快 可是讲来讲去讲来讲到最后 讲话的那个人 还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惹到你 这种很典型会有的情况 好 那像这种无辜系的情人 到底要怎么办呢 等一下我跟宜白聊跟你听哦 那在开始之前 跟你分享 七点文化的APP 已经上架半年多了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 他们每天都会来 我们的APP使用 那使用的过程也会回馈给我们很多优化的空间 这些声音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也在团队的努力下 现在APP已经优化 有往前十秒跟往后十秒的功能 假如你听课程听一听 不小心恍神的话 会更方便你回去找到送点 再回到课程里面 那未来也欢迎你持续的给我们回馈 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 好哦 我刚刚在讲吴欣讲的一句话 就今天的表单啊 其实我还蛮好奇说 宜璇你有过这种经验吗 就是说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然后就是讲一句忠信的话 可能上一秒大家还在聊天啊 喇嘞啊 然后对方就突然爆了这样 然后你跟他说各种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我已经这样这样这样道歉了 那你到底还要我怎样怎样 可是就是没办法让对方停下来 不要再生你的气了 有有有 当然有啊 像我自己就有经验过 就是可能我只是无心的 有点傻笑的说 不管啦 你今天要陪我吃饭啊 然后结果我不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会刺刺的问我说 我最近没陪你吃饭吗 然后我就想说 戳到他了吗 或者是他说 我你现在是在说我很少陪你吗 像这种话就会很容易让人很挫折 那今天来信的学员就有类似的困扰 我们先来听这个学员的故事 这来信的学员他叫做路34岁 然后是金融业 那第一题 你与伴侣是关系中追的还是逃的一方 路的回答是 我是追的 只要吵架就会积极要解决问题 越吵越凶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越积极 那我的另一半是逃的 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会愿意主动沟通 可是分手后 分手了 他们分手了 讯息就会回复的慢 然后也不主动沟通 也不太愿意谈 然后最近我失望 不愿意联系 可是他每天都主动 很快 很尽快的回复我 可是当我回应他的时候 他又变得被动 好 再来第二大项 你们的典型失控对话 路说他的工作是排班制 然后当时大夜班的时候 因为他的新居要装潢 很多事情要准备 这边是路的另外一半 对 路的另外一半的新房子要装潢 那他们为此炒过两次假 那有一个前提是 路的意见一直都没有被采纳 他其实路已经有觉得 不被尊重的感觉 然后路就会先说 就是你都已经想好了 为什么还要问我 然后他的前伴侣就会说 好啊 那都不要聊天啊 你不要参与我的生活啊 我努力想话题 你又不想聊 我们根本就不对评 然后路就会再回说 那如果你已经决定好了 你也可以跟我说结论 我还是有参与吧 这是第一种状况 然后第二种状况就是 路会用开玩笑的口吻 跟他说 你装潢进度怎么还在这里 然后对方就会说 你这句话听起来很落井下石 我每天上班很累 下班还要跟你相处 我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吗 然后路再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来找我 会让你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这样 我可以陪你一起弄 或者是你弄完之后 再来找我也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说 我只是觉得啊 我想要好好的花时间做功课 然后把结果跟你说 但你反应就是让有一种 你不是应该自己早点做好吗 然后路就再继续解释 我没有那个口气 也没有那个意思 我说要陪你一起弄不够吗 我不懂你要我怎样 然后路又继续说 你说因为陪我 所以没时间做事 不陪我就会不开心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你没时间 跟我相处不开心过啊 为什么要说的好像是我会不开心 给你无形的压力 你才花时间跟我相处呢 然后接下来对方也有 大概一小段的回应 对方是说 我觉得你在想的过程变得钻牛角尖 有点放大变成是 我不愿意跟你相处 而且是你 而且是怕你会不开心 才花时间跟你相处 我觉得感情要花时间经营 互相把时间空下来给对方 也很重要 所以我也不想让你觉得 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这样子 然后对方说我生气的部分 虽然可能是我误会你的意思 但是我们上次讨论到 装潢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说了类似的话 对 我就会觉得好像是我自己 没有把事情做好 然后活该要被你数落 我当然知道这种情况 我也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跟你相处 花了一部分的时间给你 被你这样说 我当然会觉得很委屈又生气 好 这就是他们的典型失控对话 对 再来 你在听课或练习困难的地方 陆说 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 因为常吵架 决定分手 然后就协议回到分手前的状态 继续认识 所以 陆是一个人听课的 那陆现在卡住的是 我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 如果对方已经很明显在逃了 我是不是只能放弃沟通 然后先假装没事建立连结呢 好 这个是他对于卡住的地方 再来你期待老师回答的问题 就是陆想问以白的是 我们炒装潢到底在炒什么 是我踩到他的点 可是我也不太确定 我是怎么踩到的 我踩到什么 我只是觉得我很怕讲到装潢的话题 对 但是我在想未来 如果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 经常有这种恶性循环 然后我这边读到的 其实我是觉得陆好像还是会想要跟他这位前伴侣保持相处 对他还是会想要知道说 我到底该怎么做关系会更好 对而且甚至于是如果他们有机会再回到亲密关系 他希望可以怎么样不要让这种状况再卡住 对对对 对对对 好所以一般你这边看见的是 我觉得刚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个感觉 就是他们的讲话跟互动有点像躲猫猫 嗯 有没有 就是我探出头来 然后你就不在 然后你要靠过来了 我就又不见了 就散掉了 就是两个人在那边 好像就是没有对上 那我在听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观众朋友也可以想一想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另外一半啊 但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其实是我们的爸爸或妈妈 或者是朋友 家人间 对 各种关系间的相处都会 对对对 就是说哎 好像我有时候不是故意的 但是对方常常会反应是出乎我意料的神奇 然后我想要去做一些修补跟处理 可是好像又有点鬼打墙不顺畅 对啊 然后这个情况其实会让我想到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有讲过很多次 就是我们在重要的关系里面跟重要的人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互动的自动化反应 跟我们的衣服类型有关嘛 是 然后大家前面如果有听节目的听众 就比较常听到穿三甲跟刺猬这个描述 然后来信的路呢 他就也有用这个去讲他们两个谁是什么位置 对 但有一个类型 前面一直比较难有机会去谈到 就是有一种衣服类型的人是不定型衣服 OK 不定型衣服 他是不是也是俗称的矛盾衣服 不完全一样 我们一般在讲矛盾衣服的时候是在讲矛盾焦虑型 就比较是刺猬 内类 那所谓不定型的衣服呢 他有几个特点 就是我可能举一个例子 就是听众朋友会比较清楚 比方说 第一个就是说不定型衣服的人 他们比较容易把中性的讯息解读为副项的 OK 然后是他就会在人际互动里面 比较容易感觉自己好像被攻击啊 或是被指责啊 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 我不管啦 我今天要你陪我吃饭 然后他就会 这是一个中性的嘛 而且是一个撒娇 对不对 他就解读为是 你现在是说我平常表现不好吗 那所以第一个是 他们比较容易会 觉得自己被指责 或者是有副项的解读 那通常这个就是 情绪会出来了嘛 那可是出来之后就是 不定型衣服的人 他又比较难 就是那个冲突比较难 可以顺利安抚 其中一个原因是 不定型的人 如果他有了不开心 那你想要靠过来 去了解他在不开心什么 可是他心里也会有很多小剧场 比方说 他就担心说 你要来问我 可是万一我讲了半天 你还是听不懂 或者是说 我刚刚在抱怨 我在抗议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那样的时候 你还沉默了半分钟 才开口问我说 到底在生气什么 所以你根本就是不想听嘛 天哪 你有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其实你要靠过来 重新连结这个关系 然后希望可以获得一些资讯 但是他 因为他内在又会有小剧场 所以就很像 我刚刚说躲猫猫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靠过来 要靠近他的时候 他又跑掉了 然后你想说 他跑掉了吗 那你不顺畅吗 有时候你沟通的挫折 你就想说 算了不想讲 不想讲 你就不说话 你就沉默 然后对方 对方就会说 所以我不讲 你就不问了 你不想听了 这真的很难连结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定型衣服的人 我觉得他们蛮辛苦的 就是说 一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不好预测 他会前进还是后退 那二来是 他其实是想要被爱的 然后你要给他 又没有办法 很顺畅的给 然后我觉得 这个不只是伴侣之间 有时候对父母 我们也很容易这样 比方说我妈 就妈妈就会一直抱怨说 你都没有花时间回家 然后那个母亲姐 也都没有看 你买什么礼物 表示一下 你真的买礼物回家的时候 你就会被骂浪费钱 啊真的 对 就是这一类的 好 对 那我觉得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啊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比较是这样类型的人 那真的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就是比较容易觉得很累 然后有时候会对他们觉得很气 OK 你就会有一种 你是在折磨吗 就会有这种心情 可是我有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角度 去理解他们 可能会帮助你 比较可以通理他们 就是我觉得 他们内在状况 其实会有点像 受过伤 就是被人类 有虐待过的吗 有虐待过的小动物 我们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到有流浪猫或流浪狗在路边 然后有些就是骨瘦如柴状况很不好的时候 你是会想要带他去看医生 或者是喂他吃一点东西 对 可是你会发现他其实想吃 可是他会离你离得很远 然后他可能前进了一两步 要靠过来 你只要稍微肩膀动作大一点 或者是你打一个喷嚏 然后他就 就跑掉了 又跑走了 所以他其实他们其实内在状况 外表看起来很难搞 可是他们心里的状态 其实是很胆小 OK 很怕受伤 很怕被拒绝 OK 好 所以 我读到的是 可能我们是在提醒路 他的 他的另一半有可能 是这样子的不定性 那这个就需要去深入了解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以白会怎么看路 他现在的状态 如果他要继续再跟这位前伴侣 继续往下相处的话 他们可以去面对的关键会是什么 我觉得 不管是路啊 还是我们刚刚说 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家人朋友 是这样的 异肤类型的反应啊 其实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自己要是 很稳定的 不要第一时间 他有情绪的时候 你跟着他就随之起舞 OK 你才不会 就是两个人的互动 才不会在那边躲猫猫 拉来拉去 嗯 整个变得很混乱 嗯 那这样讲有点抽象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好啊 比方说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假设 你的另外一半是 不定性依附的人 嗯 好 然后你们约好要看电影 OK 好 然后看电影之前呢 就是你们约好是你下班 然后你骑机车去载他 是 然后他要在电影 假设电影开场是10点40分 嗯 所以他跟你约好说10点10分 嗯 你要到他公司楼下 对到他公司楼下 下接他 嗯 好 然后呢 就快到10点10分的时候 好 那他就打电话来给你 然后问你说你在哪里 嗯 好 嗯 那时间还没到嘛 对啊 然后可能你还没有真的已经骑上车 嗯 好你你也比较晚 对 离开办公室 嗯 时间有一点赶 嗯 好 所以你我们通常这种时候 你会怎么回答 我我还没有真的骑上摩托车 对 我就会说 对 我要下楼了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你怎么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 你大概会就会告诉他说 我在路上了 对 但是我会晚一点 嗯 然后我这样这样 对不对 好 那不定型衣服的人 他其实常常有可能 他心理是真的有预期10点10分 他真的下楼来 就是预期要可以看到你在那里等他 是 是 所以当他已经五分钟前打给你 然后发现你还没有出发 嗯 嗯 的时候他心理是会有失望的感觉的 OK 然后会有情绪嘛 那刚刚是不是说他们比较容易负向的解读 对 对 所以很有可能他这时候就是会觉得说 你根本就不用心 你根本就不想去 嗯 你根本就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 好 所以他们掉进去这个想法跟感受里面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常就会说 我不想要看了 我等一下就去退票 你不用来了 哦 你有懂我意思吗 懂懂懂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在事情 你不用本来你事情讲好要怎么进行 你就按照本来的讲 嗯 的约定 嗯 就不要跟着他在那里变来变去 因为他心里并不是真的不想看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弦体正直吗 哦 就是 对对对 先忽略他说他不想看这件事情 就还是很坚定的告诉他说 对对 我现在要下楼 我已经发动摩托车了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楼下见哦 对对对 先过去 对就先过去 好 那因为他中间他还有时间再去 调试 调试他的心情啊 或他本来气扑扑 可是他看到你的时候 可能再丢一下或是什么 你就说上车 你现在就上车就对了 哦 然后去到那里真的进到电影院 可能就 就没事了 哦 就是前面千万不要跟着他的情绪 因为他他会像那个流浪猫那样子 嗯 就是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嘛 对 你就是要很坚定 我们如果本来讲好是怎样 那就是怎样 成为他稳定的存在 对对对 不要跟着他在那边变来变去的 这是第一个关键 好 嗯 好 然后第二个关键就是说 呃你会发现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把你讲的中性的讯息 解读成负面的 解读成负面的 所以你讲完之后如果你有觉得他的反应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回 嗯 或是很奇怪怎么会生气起来 嗯 好 就是表示你的讯息传送跟他的讯息接收 是没有对上 OK 对所以你觉得他的反应很奇怪的时候 要常常去确认说 诶等一下等一下 为什么现在会讲到这个 嗯 你你你觉得我刚刚在讲什么 OK 你是听到什么 为什么现在生气起来 就等于说 你要需要跟他谈到 暂停 对 现在发生什么事 这是一个口语上 可以跟他暂停 跟确认的句子 对 你觉得我刚刚在说什么 对对对 你刚刚听到什么 为什么突然生气起来 因为有时候 他们脑海中的小剧场 跑得很快 然后是没有对上 然后你如果没有先确定 这个有对上的话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你会觉得你浪费力气 重复在讲 他没有听进去的话 OK 比方说 比方说 刚刚前面的 对对对 他们不是有讲到 他们的那个对话吗 对对对 那比方说他举的 录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跟他的另外一半说 你进度怎么还在这里 是 然后他的半就生气了 对不对 对对 他的半就说 你这句话听起来 落井下石 我每天上班那么累 下班还要跟你相处 那我有时间做自己的事吗 那这个时候 A其实他是有试着 就是那个路 路 他其实是有试着解释的 他有试着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可是如果你来找我 会让你没时间做自己的事 我不想要这样啊 我也可以陪你一起弄 或者是你弄完再来找我 都没有关系 对 你会觉得路在这边 给的是一个正向的回应 对对不对 好 那可是他讲完这个正向回应之后 B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 却说 却说 我只是觉得 我想要好好花一些时间做功课啊 然后再把结果跟你说啊 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他的另外一半 回的这句话 跟路刚刚讲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完全没关 是 他还在回应路 讲的第一句就是 你进度怎么还在这里 这就是没有接到 没有接到 而且因为他 那一个 第一句话 他讯息 就已经解读是比较负向的 情绪就已经上来了 所以他根本这边 都还没有过去 他情绪还在第一句话 还停在那里 所以这里 不管你重复讲了三百次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其实是一样 对方是 没有接收到的 OK 对 所以就要常常去确认说 等一下为什么你讲到这里来 为什么你生气了 你刚刚是听到什么 先去对上 先去标定出来 连线起来 对 好 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里 不知道会不会觉得 好像关系里面有一种 很微妙的状况 就是 我们常常在电光伙食之间 去交流 相处 可是就不知道 彼此怎么了 就很相爱 可是为什么就一直不对评 像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很希望 可以有一个 进一步更快速的 理解的话 这边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 乙白老师啊 他在6月15号跟6月22号 有一个两天的一起幸福工作坊 这是一门伴侣双人的实体工作坊 会由乙白带领他的专业智商师团队 为你带来伴侣智商等级的体验 帮助你们的关系更顺畅 就是卡住的点会更容易松开 嗯 要两个人一起来呦 对啊 那如果现在你听到的时候 还有名额 我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但如果没有名额的话 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可以打电话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哎你要候补 那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会赶快通知你 嗯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case啊 像这种无辜系的情人啊 乙白啊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也有这样子 莫名其妙 不知道踩到爸妈 或者是朋友的雷 这种困扰的话 嗯 他们可以怎么做或怎么想 嗯嗯嗯 我觉得如果在伴侣关系上 这个层次啊 大家当然还是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 对方对你而言 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跟难得到 你会愿意陪他走一段 比较像这样子捉迷藏 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比较累的路 嗯 我觉得是可以想一下要不要 嗯嗯 那但是如果对方是你的爸妈 小孩就没得想 对不对 对 没得选了 对 那呃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哎我们对于事情该怎么做 要固定 然后不要跟着他边来边去 然后要常跟他确认说 他是听到什么 为什么现在反应怎么大之外 嗯 如果就比方说回到路的发问 就是说我们炒装潢的事情 我到底是踩到他什么点 对 那我这边提供四个 就是一般我们在 呃 跟这样的家人或是另外一般相处的时候 他们会跳起来很常见的四个痛点 好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呃 你你面对他们 然后他们有情绪的时候 如果可以 我们可以比较顺利的呃 讲出我们猜猜测的他们的痛点是哪里被踩到的话 其实通常他们被安抚下来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对 好 因为他就是知道说 哦你有 你有懂我 虽然他这个理解可能是误会 嗯 但是你有先讲 讲出来 他有知道说 哦那你大概知道我的感觉 你这时候再来澄清 嗯 会比较有几率会成功 好 那这四个痛点呢 第一个痛点是当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爱的时候 嗯 好 就有可能是会呃跳起来好 比方说呃这个路的另外一半 那他有可能他是希望说 哎我其实是很用心经营这个感情的 好 我呃花时间陪你啊 好 然后我想要把呃装潢的事情弄到好 再来告诉你啊 好 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他很努力 可是他的努力感觉就是没有 他自己觉得没有被另外一半看到 是 是 然后除了你没有看到之外 好像你是回头来骂我的 嗯 好 回头来嫌我怎么那么慢啊 嫌我怎么都没有跟你相处啊 好 就是那个用心没有被看见的感觉 可能是会给他那种不被爱的感受 OK 对 这是一个 痛点 常见的痛点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痛点是 我不重要 OK 好 我不重要 那这个就是我举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例子 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总是有优先次序嘛 嗯 好可能我下班就是只有这么多时间 可是我这个时间有时候我就是没办法用来陪我的另外一半 嗯 好我就是得回去陪我爸妈 嗯 好或者是我这个剩下的时间我就是得去陪我的女朋友 我没办法陪我妈妈去买年货 哈哈 那我妈就生气起来 OK 就是她觉得哎你为什么把其他的事情放在我的前面 把其他事情看得比我更重要 好 这是第二个 好 我心情不好啊 好像你都不会发现啊 好这一类的 那最后一个也很常见的痛点是 我不够好 嗯 好我不够够好 那比方说在陆的例子里面他的另外一半也有讲嘛 就是说 哎 我觉得我想要跟你讨论 壮潢的事情 可是你的反应好像让我觉得是 我没有做好 我能力不够 嗯 好然后可是你都没有看到说 我没有做好 其实是我的时间也拿来陪你 哦 嗯 有没有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他接收到的讯息是 你觉得我没有能力 嗯 处理状况的事 你觉得我 嗯 处理处理事情的能力很差 嗯 等等等等 好 那是不是 嗯 就是我刚刚听乙白讲这个四个点啊 就是假设回到 呃 有一些无辜戏的朋友们身上 对 假如你可以的话 是不是如果当你发现对方跳起来的时候 嗯 也许可以先去承接他说 嗯 嗯 我有看到你 很用心的想要花时间陪我 嗯 我有看到你 很认真的想要把装潢的功课做完 嗯 嗯 那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就怎么样怎么样协调 嗯 就是先去让对方知道 我 我感觉到你很重要 而且我有感觉到你爱我 啊 我也想要爱你 我想一下哦 嗯 方向来讲是正确 但是我觉得在自己就是被无辜的被骂的时候 还要能讲出来好像有点难哦 OK 所以我觉得是 嗯 如果你的家人或是另外一半 就是他 就是突然跳起来了 嗯 然后突然跳起来 你也不知道他听到什么跳起来 然后你去跟他核对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听到什么 嗯 然后他就讲说 你就是在落井下石嘛 嗯 你就是在说 我就事情不会做啊 哦 他他已经有告诉你 嗯 他他到底听到什么 就是可 即便可能是误会 懂懂懂 那你 你如果听出来是有听到说 哦 那这是四个痛点里面 可能是哪一个 是说哦 所以你是在觉得我讲你不够好 是不是啊 哦 哦 是指这样子 嗯 懂 所以你在生气 我觉得我好像在说 你很笨 不会处理事情这样吗 嗯 那他可能就说 对啊 你就是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哦 他可能 对可是 就是多一点说明 对 去跟对方 真的先对平了 连线了 对 再继续往下讲 对 那他如果说 对啊 你就是每次都这样 什么什么 他就说 哦 好啦 那难怪你会生气 可是我刚刚真的 没有那个意思 OK 到这里才来 呈情 好 对方比较有机会 真的可以跟你接到线了 嘿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你看他是不是还停在第一句话 对 也就是他很像一个温度降温 他没有办法瞬间 从35度降到24度 嗯 所以你多讲几句 多跟他确认一下 是帮他从35降到33 33 那个温度是指他的情绪温度 对他的情绪温度 跟他理智线可以接回来 嗯 的的程度 好 对 好 明白 嗯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啊 就是如果当我在关系里面 有一些担心跟害怕的时候 确实 如果像以白刚刚那样子 去先进一步的承接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 我好像 嗯 觉得你不够好 嗯 你觉得 我觉得好像 你好像觉得 你没有被爱 这样子 嗯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 被标定出来 我的感受 嗯 我其实就会有被理解的感觉 稍冷静一点点 对 真的 真的情绪会降温 嗯 然后如果心理防卫稍微有点松绑的话 两个人就可以比较容易有一些真正的对话跟开始顺畅起来 对 可是我还是要小小的提醒一句 就是说 嗯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 尤其是你自己的能量不好的时候 嗯 其实做不到是很正常 而且 OK 做不到很合理 好 所以不要给自己 呃太勉强 就是如果 他又 丢高起来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也没有脑能量可以思考的时候 嗯 其实是可以先暂停 这个对话是说 好啦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让我想一下 哦 想一下 我明天再跟你讲 或想一下我半小时后再跟你讲 或者是我先去洗个澡 洗个玩 也可以嘛 对对 还蛮实际的 对像上次那个谁 小娜吗 还是谁 哦 忘记了 对对对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暂缓一下 然后你想一想 以后再回来再对焦 嗯 有对上再往下 好哦 好哦 谢谢一般很珍贵的提醒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 感情里面最难的啊 就是会不知道 怎么调整心态 跟沟通的方式 有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困难 也很容易发生在职场上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啊 不是 难的不是要认真付出 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 想要为自己的工作而努力 可是 难的就是 我要怎么样搞清楚 我在不同的位置上 比如说 我现在是领导 还是被领导 还是我要跟平行单位沟通 嗯 我到底要怎么样 要去调整那个心态 跟做事的习惯 可以真正的帮助自己顺利的发展 嗯 那关于这部分的学习 就是全方位指甲思维 可以带给你的 那凯丽老师 他会以有系统的方法 带你理解职场上 没有人可以说清楚的 前规则 做事情的 前面的那个规则 还有前规则 然后如果你渴望在职场上 有一份成竹在胸的把握 很欢迎你的加入哦 那假如你在职场上的发展 你会想要朝向一种 就是走自己的路 自己创业的路 那么专业有价就会是为你准备的 嗯 那从即日起到3月22号呢 全方位指甲思维 原价是10800 现在加入只要4999哦 超划算 嗯 那专业有价呢 原价是5888 现在加入也有优惠价4999 而且更棒的是 如果你两门同时加入 还会有一期打95折的优惠 OK 有没有很棒 有有有 所以期待你把握机会 跟我们一起布局你的理想人生哦 那我们今天的爱情整聊事就先聊到这边 期待下一次跟你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